出牙不舒服, 怎麽算呢? BB 好似出牙仔喔 不單止喜歡咬東西 又常流口水 而且還有些悶症 胃口差了 怎麽樣可以令BB 舒服點呢? BB 出牙的時候 牙肉含養是很正常的 他會喜歡咬東西 你只要將含有液體的牙膠洗乾淨 放入冰箱一陣 然後被BB咬 便可以舒緩牙肉的不舒服 但千萬不要把牙膠擺入冰箱 出牙的時候 BB 牙肉還會有腫脹的情況 所以會有些悶症 你要多些安撫牙、陪牙玩 讓BB 專注在遊戲裏 那便會沒那麼悶了 不過 如果腫脹的部位出現紅色 或藍色這些不正常的情況 便要帶他去看醫生了 如果BB 經常流口水 你就要多些幫他抹嘴 和換口水肩來保持衛生 還要給他多些水喝 來補充水份 注意水溫要適中 奶可以稍為坐凍些 舒緩牙肉疼痛 另外食物要煮軟些 這樣會容易入口 通常在出牙之後 胃口就會好些了 BB 最近大便的次數多了 還有些發燒 是不是因為出牙呢? BB 不會因為出牙而發燒 不過 因為出牙的時候 他會喜歡咬東西 這樣會增加細菌感染的機會 如果BB發燒、流鼻水或肚窩 你就要帶他去看醫生了 有朋友建議在牙肉上面 塗藥膏來舒緩出牙的不舒服 可不可以的? 為免BB吞了藥膏 你最好用剛才說的方法 來舒緩他出牙的不舒服 除非是醫生建議 如果不是 就盡量不要塗藥膏了